那一批的學生每個人都扛了二十大袋回去 好好吃 這是菲律賓式的炒麵麵包 我那時候選的課程是最輕的Light 這樣子學費加上住宿 還有學校的一些雜費、餐費等等 全部加起來是 今天是菲律賓系列的最後一集啦 還沒有看過前面三集的朋友們 可以點下方資訊欄或右上方資訊欄去看 雖然這次去宿物留學之後 去了短短兩個禮拜 可是我覺得我收穫滿多的 今天我就收集了大家對於宿物留學的一些疑問 順便開箱我這一桌 滿滿的戰利品們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那我第一個想要推薦大家的是這個 它的形狀很特別 它是一個長的六角形 這個我在當地有買那種小包裝來吃 因為菲律賓那邊很酷 他們的超市會分大包裝跟小包裝 然後小包裝的話就是像這樣子 很像飛機上面空姐會給你吃的那種小餅乾的包裝 你就可以買很多口味試吃看看 然後有喜歡的人再去買大包的 這個它有很多種口味 我那時候在那邊應該是吃起司口味的吧 還有這個洋蔥奶油口味 超好吃 超適合配酒 超適合配酒 你們如果去菲律賓的話 你們可以買這個 然後配啤酒 因為菲律賓那邊的啤酒超級便宜 他們連進口也很便宜 那邊的韓國燒酒很便宜 台灣都要賣100多塊吧 他們那邊也是100多塊 那我們就來打開吃吃看好了 這個是樂牌口味的 好爽喔 它就很帥啊很香 調味也剛剛好 我會說太重嫌 那我們來回答第一題 為什麼突然去菲律賓有學 這真的很突然是不是 我自己也覺得有一點突然 雖然我前面有盡量在IG多鋪陳了 但是對很多Youtube的觀眾來說可能是 欸怎麼突然 Cindy就從韓國跳到菲律賓去了 英文對我而言是在秋學時期 相對來說比較有興趣的科目 我甚至還有考慮過要唸翻譯 可是後來就是一直都沒有用嘛 所以就退步了非常多 那剛好有機會可以去菲律賓有學 我就想說那我就重拾很久沒有用的英文來試試看 而且我覺得其實你如果想要學好一個語言 或是你要會用那個語言的話 你最快的方式就是把自己丟到充滿那個語言的地方 那菲律賓的話 英文對他們來說也是官方的語言 我覺得在那邊就是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去學英文 而且最大最大的重點就是菲律賓有學很便宜 就相較於你去那種英語系的國家 美語系的國家來說 所以我就想說給自己一個機會吧 就是去闖闖看 而且我是第一次去東南亞 就很想去看看那邊的世界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英文對我的工作有幫助 我會不會回答太真摯啊 很無聊 這個叫做cheesy 看它的外包裝應該是類似其多的東西 那這個的話呢是菲律賓的老師 因為我們就是客餘的時候都會一直閒聊 然後他就會跟我推薦說 在菲律賓一定要買的零食有哪些 因為我去的時候是十月嘛 那前一批有夏令營的學生 那一批的學生啊每個人都扛了二十大帶回去 我總共買了兩個口味 藍色這個是cheesy 就是起司口味 然後紅色這個是spicy and cheesy 給大家看裡面長怎樣 它真的聞起來是其多的味道 長得很新就很新 好像比其多多了一個玉米的味道 它的起司粉是會越吃越濃的那種 但是它的玉米味真的比其多還要更明顯 第二題問說為什麼選擇菲律賓 這是在質疑菲律賓的意思嗎 其實還有很多別的優點啦 就比如說菲律賓離台灣比較近 因為如果你去美國的話 時差有12到13個小時 你要打電話給你的家人跟朋友的時候 他們都在睡覺 到菲律賓的話就是完全沒有時差 然後我覺得菲律賓最棒的就是他們 不要都是提供一對一的教學 我覺得這很重要耶 老師就可以更了解學生的狀況 跟著學生的進度或是他進步的速度 去調整上課內容 所以課程其實還蠻客製化的 像我那時候一進去就是會有分級測驗 就會根據你的級數去分配給不一樣的老師 你也可以跟學校說你比較想要加強哪一部分 像我那時候就跟他說我想要加強口說 所以他們安排給我的課程 就大部分都是Speaking為主 加上一點點的文法 因為可能我在分級測驗的時候文法比較弱 就很英才師教 你有任何問題也比較不會害怕問老師 像我就是Iron 我如果在那種很大堂的課裡面的話 我就幾乎都不敢舉手 但是如果是一對一的話呢 我覺得有問題的話就可以隨時問老師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已經有一點程度的學生的話 一對一的話你可以跟老師有更深度更自然的聊天 然後你也會更勇於去表達 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對一對學習英文來說 算是一個還蠻有效率的方式 這個是我們在那邊誤打誤撞買到 覺得還不錯吃的小點心 但它就只有這個小包裝沒有大包裝 它叫Loaded 是那種外面脆脆然後裡面有包餡的 它有兩種口味 好巧克力喔 給大家看它的側面 媽也應該會超愛 它好像早餐的麥片 喔對啊有點像早餐的麥片 然後裡面的餡料再更多一點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個餡真的很加分耶 很像巧克力在你嘴裡融化 然後跟那個比較像的是這個 這應該還蠻有名的吧 Oishi的這個Piro 我們沒有吃過 但是大家都狂推猛推 所以我們想說要來揮揮它的爐山真面目 它們長得有87分像耶 完全一樣耶 可是它長得比較飽滿一點 是好吃但我覺得它贏的耶 對啊 而且它比較鬆軟 對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喜歡這種比較crunchy的感覺 它也是咬開之後會有巧克力醬爆出來 但是量就沒有那麼多 下一題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多少錢 哇這個真的是要好好考慮一下 畢竟出國遊學也是一件大事嘛對不對 主要的基本費用的話 第一個就是行錢費用 代辦的話它們就是會幫你從頭到尾 從頭弄好 就包含像是機票啊 保險啊 簽證啊等等 就是這些哩哩哩的東西 自己辦覺得有點麻煩的東西 他們就會幫你辦好 像我這次找的代辦是人魚國際中心嘛 他們是底下的顧問 都是菲律賓有學過的學長界 所以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他們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行錢說明是真的講得很詳細 就包含像是當地的氣候啊 怎麼穿衣服怎麼帶東西 去那邊之後要玩什麼吃什麼 他們都講得很清楚 很生活化很人性化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要代辦的話 就是以上什麼簽證機票那些 就是自己想辦法 那再來還有學費 學費的話 像我去的學校就是含食宿 吃的啊還有住宿 都是算在這個學費裡 那這個學費就是比去歐美國家遊學來說 因為我之前18歲的時候 也有去美國遊學過三個禮拜 我是跟我的兩個妹妹還有我媽媽一起去 我們四個人才這三個禮拜 就花了100萬台幣 這可以講嗎 我爸的錢包在堂信 當然不只有我跟我妹的學費 還會有一些就是其他食宿啊的費用 歐美國家跟菲律賓的物價是真的差非常多 再來就是還有一些在當地生活休閒的費用 就包含像是你可能坐計程車 坐交通工具的錢 你週末出去玩的一些費用 總花費的部分呢 就是按照每個人的選擇會有所不同 我那時候選的課程是最輕的light值 上了四坦課 但是我的住宿是住在比較好一點的飯店 所以有加錢 這樣子學費加上住宿 還有學校的一些雜費啊 餐費等等 全部加起來是四萬六千五百塊 那如果你是選一般的宿舍的話 應該就會比我再便宜一點點 課程的部分啊 除了我選的這個最輕的四到六小時的課之外 也有比較高一點的八小時啊 十小時的課程 甚至還有像是托福啊 雅思的衝刺班 就看每個人的選擇 然後價格也會稍微不太一樣 那我會把我的代辦 忍育國際中心的網址放在底下資訊欄 你們如果有想要了解不一樣的課程的話 也可以去他們的官網看看 他們都寫得蠻清楚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吃他們的泡麵 我覺得菲律賓人也超愛吃泡麵的耶 不輸台灣人 然後我覺得你們如果去菲律賓的話 可以看這個牌子 叫做Lucky Me 這個是他們那邊的國民泡麵 有像這樣子是湯麵的 然後也有像這樣子是乾麵的 那湯麵的話真的很常見 像我們那時候是坐船去資生堂島 那因為要坐船坐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在船上導遊都準備小點心 他們就有準備這個Lucky Me的湯麵 那個湯麵我真的是超級愛 真的很好吃耶 湯頭很鮮甜 真的是很刷水 刷水到你會覺得這麼小一杯真的是吃不夠 那我後來就是去他們的超市 找到這個就是家庭號 一包裡面會有六個 我們今天來試吃看看這個好了 這個是他們的乾麵 我們菲律賓老師說 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吃法 就是他們會把這個煮好之後 夾在吐司裡面吃 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好我們的泡麵煮好了 超香的 真的有那個荊棘的味道 可是它一包味道也太少了吧 東南亞的泡麵都是走這種 就是精緻小巧路線之四 好好吃耶 他們那個荊棘的味道超香的耶 我本來擔心會很酸 但是咬進去之後呢 它的那個醬油的比例也調得很好 會先有一個荊棘的酸香味 嚼的時候是會有一個甜甜鹹鹹的味道 感覺是涼飯的味道 它是熱的 哦對 它的味道感覺是那種 夏天吃然後冰冰涼涼的話 會很爽的那種味道 登登 我們已經在吐司上面放泡麵了 這是菲律賓式的炒麵麵包嗎 他說他們早餐會怎樣吃 這早餐吃也太黑了 都是吐司的味道 我覺得味道不會怪 但是就是不太搭 感覺他們兩個是分很開的味道 欸這全部都是澱粉耶 是澱粉炸蛋 菲律賓遊學有缺點嗎 其實缺點還蠻多的 我這樣講會不會太直接 我上次有稍微提過啊 就是他們的網路 他們的網路是真的比較不穩定 尤其是如果下大雨的話 他們那個線路被影響到的時候 網路真的會變得神慢 像我那時候在飯店裡面 用他們的Wi-Fi上傳我的影片 我上傳了三個小時才上傳完畢 對吧你那時候也很頭痛 現在人的娛樂都沒有辦法做 或者是看那個144P的超湖的影片 對 還有路吧 路不平 對 他們的路其實蠻崎嶇的 有時候時機會突然開超慢 是因為還要去過那個地上的窟窿 因為那真的是 升到很像在坐雨嬌飛車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會感覺屁股這樣震很大一下 尤其是他們如果下大雨的話 那個窟窿裡面又都是水 你就會感覺到那個輪子裡面 全部都是小石頭 走在路上的話也會覺得有點不太方便 要一直去閃地上的水蛙等等 瞬間只剩下三個 先從這個最經典的7滴 這個在台灣的7滴其實就買得到了耶 可是在菲律賓那邊就是產地嘛 所以最便宜 但其實我沒有吃過這個耶 我是不是很熟啊 欸它裡面是真材實料耶 沒有什麼空氣 哇 欸好大喔 上面有一層細細的糖粉的感覺 嗯 好吃耶 可是有點甜耶 有點太甜 我覺得 因為它好像是用那種很熟的芒果 所以它的芒果本身就是甜 我剛好去的時候 年紀都是跟我差不多的 就可能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 但是有一個妹妹 那個妹妹才五歲吧 非常非常小 也會有那種就是學齡前兒童 或是學齡兒童的一些課程 然後我看他們寒暑假 其實都會準備那種小朋友的下令營 超過十六歲就是跟我們央上成人課程 然後我看那個我們代辦的官網是說 他們也有接洽過四五十歲的叔叔阿姨 其實我覺得 真的沒有年齡限制阿 大家就是什麼時候想出發 準備好了就出發 上課的模式跟內容大致是什麼 就是以一對一為主 然後我去的那個Winning School 他們用的教材是有 過劍橋認證過的教材 然後除了線下的書本之外 也有線上的教材 那他們上課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搭配著使用 教完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後 他們也會讓你直接操作 那個線上的軟體去回答一些問題 比如說可能選擇題阿填空題 還有像我覺得很難的那個Proof Reading 英文教稿 那個是完全開放式的問題 他就是會給你一些提示 比如說這句是錯一個字 那你就要想辦法找出錯的字是哪一個 或是呢 你必須要刪除一些多餘的句子阿 多餘的詞 我覺得還蠻有挑戰性的 然後除了這種一對一的課程之外呢 也會有團體課 團體課的話你的班上同學 就可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會有不同的口音阿 不太一樣的程度 上團體課的時候呢 除了可以學到英文之外 也會讓你學著怎麼用法 不同的方式去表達 因為你可能會跟 程度比你低的人 或是程度比你高的人一起上課 那你要想辦法用你所謂的詞彙 去讓對方聽得懂 所以這個團體課就有點像是實戰訓練的那種 像我那時候是上Public Speaking 那老師就會讓我們上台去演講阿 或是可能跟同學辯論 幾乎不太會有功課 功課的話也都是很簡單的 比如說可能上課上有某個問題 然後我當下回答不出來 老師可能就會說 那你回去想想看 然後明天上課的時候 你再跟我分享 我那時候要分享的內容都超難的耶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上的第一堂課就在講 提供了很多很inspiring的句子 然後那些句子就是都很有深度 我覺得其實對寫作也會蠻有幫助的 所以其實上課內容真的是蠻有彈性這樣 來吃吃看這個好了 這叫做Otap 菲律賓的老師推薦我吃的 是他們那邊的傳統零食 哇它打開以後裡面是這樣子 很rough的包裝耶 打開之後它就是像這樣子 感覺是很千層很酥的那種餅乾 然後表面上面有一層砂糖 蠻好吃的耶 這的話菲律賓人他們是會搭配咖啡 是吧台灣也有類似這個的點心啊 這是一個什麼蝴蝶書啊 現在如果要出外旅遊 學校會安排行程嗎 這個的話好像每一間學校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學校的話是有的 那這個行程的話是由當地的學生顧問負責安排的 他會去聯絡一些旅行社 如果有達到最低報名人數的話才會成行 像我們那時候就是去了資深堂島的一日遊 然後我覺得其實還蠻值得的 因為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去遊學的話 其實你假日真的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頂多自己去逛逛shopping mall之類的 畢竟你去遊學 遊跟學嘛 除了學之外你也要出去玩 好那接下來我們的最後一個點心 應該算是香蕉脆片餅乾 我們之前已經吃過了 它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它又多了一個蜂蜜的香氣 它裡面是做像這樣 就很像切片的香蕉 然後是脆脆的那種感覺 超脆 它的甜度不會太高 還有香蕉本身的味道 然後還有一點點那種油的香氣 非常帥脆 就是會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那種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壁瓜酥的話 你一定也會喜歡這個 他們兩個吃起來感覺很像 推不推薦去菲律賓遊學 我以我這兩個禮拜的經驗來說的話 我是覺得蠻推薦的 你們可以先去個一個月試試看 然後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話 可能再去個三個月也半年 因為我在那邊遇到台灣人 他們幾乎都是報三個月以上的 然後有去那邊想要提升語言能力的 然後也有專門是去讀雅思的 我覺得我在那邊遇到的每個人 他們都是蠻喜歡在那邊上課的 然後也覺得學校教得蠻好 跟老師之間的依賴性也很高 像我那邊有遇到一個阿拉伯的同學 他們是幾乎完全不會講英文 但是他們跟老師的關係都超級好 跟老師會互開玩笑 辦活動也會很積極地去參加之類的 會讓我有一種反譜歸真的感覺 好像回到我以前小時候 在學英文那種很純粹快樂的感覺 雖然這樣講好像有點浮誇 可是我真的有感受到那種 我真的敢講欸 我真的會講 成就感其實也蠻高的 那邊老師都很年輕 重點是很熱情很友善 讓我這個愛人在那邊感受到溫暖 所以我真的還蠻推薦可以去菲律賓遊學的 分享完吃的時候 我之後再用一點時間來分享一些 在那邊買的日用品 首先是這個洗髮精跟潤絲精 這個真的很好用 這個牌子真的是寶贊欸 這種喜劑類的 其實菲律賓那邊就有非常多那種 真的超小的包裝 很適合拿來當旅行用的那種 他會一次賣個十幾包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試用了好幾個週 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用 所以就買了大瓶的回家 那我那時候其實有好奇問老師說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多小包裝 結果他回答有點出乎我意料 而且有點難過 因為菲律賓有很多家境不太好的人 沒辦法買這種大瓶的 所以超市就幫他們出了很多小包裝的 讓他們可以買得起 對我們觀光客來說的話 是還蠻方便的啦 因為我們就可以 不用每一個都買這麼大一罐回去用 我們就可以買那個小包裝的 我那時候PO現凍的觀眾有來密我說 我很懂買 因為這個就是他們從小用到大的 非常好用 然後我還要買這個Bench的內褲 在菲律賓的每一間購物商場 幾乎都會有分店 妙的是他們找了韓國的代言人 那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欸 穿穿看 因為聽說他們的內褲啊 內衣類的很舒服 那我自己是覺得 還是GU的內褲比較適合 就我實際穿了一兩個月之後吧 我覺得他們的內褲是比較沒有那麼柔軟 沒有那麼輕膚 但是他的那個褲帶的地方很緊 就是你會感受到他很有彈力 GU的那種就是會越穿越慫 你懂嗎 就是你會越穿 然後你覺得內褲越來越大件 但是這個的話就不太會 壞處就是你穿完之後 會有很明顯的勒痕 再來我還有買了他們當地的彩妝品 這個牌子啊 好像是他們那邊很有名的 一個眼鏡品牌出的美妝模 我買了腮紅 而且買了四顆腮紅 有兩個可能可以當修容 反正就是四顆腮紅 加上兩個粉底膏 兩支唇膏 為什麼會買那麼多呢 第一個是因為菲律賓那邊是真的滿便宜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他們的店員一直 瘋狂的推銷我 因為腦波弱 不懂得怎麼拒絕 所以我就買了一大堆 我覺得他的質地真的很特別 就是你看他的腮紅是長這樣子嘛 然後他摸起來其實是一個濕濕的感覺 但是你上到你的皮膚上面的時候呢 他又會變成很粉霧狀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的材質超酷的 然後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點是 他們家幾乎都是走一個暖色調 可能是配合菲律賓他們當地的膚色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那個粉底膏 其實也蠻酷的 就他們出的色號集聚很大 從皮膚比較淺的到非常深的都有 然後也會有一些是比較偏橄欖調 或是一些是比較偏紅色調之類的 唇膏的話他們的色號也是蠻多種 很美吧 包裝其實都還蠻漂亮的 就很符合現在的審美 一個奶油色的感覺 那至於好不好用的話呢 因為我買回來之後呢 就一直沒有空去試用它 所以我不太確定它的持妝度 或是它的顏色適不適合我 所以反正之後我會再找時間用用看 如果真的有很推薦的話 我就在我的IG上面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以上就是菲律賓遊學的Q&A 加上戰利品開箱啦 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 有沒有對菲律賓遊學的部分 有稍微一點點的雛形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一樣也可以點我底下的資訊欄裡面的 人育國際中心他們的官網 去看看更詳細的說明 他們除了說明之外呢 其實也寫了蠻多各樣的懶人包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參考看看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鈴鐺 才不會錯過發便通知 我是Cindy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